各位今天在台北人的時候玩的時候來聽這場 相對比較沈重跟嚴肅的演講 大家如果有發協讀者的話 可能會知道這本《不安或德傳》是 你可有認識伊斯蘭新的第三本 第一本是先知之後講的是 不安或去世之後的一些政治上的爭議 導致後來實驗派跟虛擬派的分裂 第二本《古蘭世海》是一個比較討論 古蘭經到底在講什麼的一個文本 也做了很深度的西方文化跟伊斯蘭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對話 所以非常精彩 這個《不安或德傳》理論上應該是第一本要出的書才對 因為你談到伊斯蘭應該從《不安或德》開始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我們把它演到後面 之後也許有機會可以再談為什麼第三本才出《不安或德傳》 那這個作者 我相信大家會坐在這邊的人應該都知道她是鼎鼎大名的神學家 老師等一下也會把 Carram Swann他個人的生平跟學術上的成就 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稍微跟大家講解 那我覺得 我自己稍微講一下我自己編這個三本書的心得 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感觸 包括念這些書 或者是說再跟台灣的其他的穆斯林討論 這個這裡面包含比如說我們劉國軍 或者是說清真寺的教長趙錫琳老師 我都會發現就是穆斯林應該從普通講論說 這個他其實真的沒什麼 那所謂沒什麼不是批評他的意思 而且其實是讚美 就是說這個我們大陸的組別文化 真的把穆斯林描寫成很特別很奇怪的一群人 很了解 但是你真的跟他們對話 或是深入了解他的教律 你就會發現他教的東西 也許跟你從耶穌基督 或者是蘇格拉提 或者是孔子這樣東西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其實基本上都是教人為善 那只是說他有一個宗教上的背景 但是這個宗教上的敗落 你如果去看一下譬如說普蘭斯海 他講得很清楚 他其實跟 跟猶太教跟基督教是一脈相承的 雖然猶太教也許不見得會這樣承認 但是至少在他們自己來標 摩斯林來看 他們穆朗默德跟其他的先知的地位是一樣的 都是那個傳統的一部分 那穆朗默德剛創立伊斯蘭的時候 也特別說 我們不需要把我們的宗教傳給基督徒 或者是猶太教徒 因為我們是一樣的東西 對 只是多一種說法而已 那當然也許別人不內地追受 但是至少他們自己是這樣認識的 那我自己因為沒有宗教信仰 我自己在看完 或者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我會把它跟蘇格拉提來比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比例 一個是希臘人 一個是伊斯蘭 穆巴默德人 然後一個是 女性主義的傳統 一個是伊斯蘭的傳統 但是你自己想看得很好玩 就是他們兩個之所以會有 他們生長或者是他們的思想背景 都是一個動盪的時代 他們都是在為一個 一個瀕臨瓦解的傳統 想要為他找一個出路 但他提供這個出路的同時 都是被那個傳統的 既得利益者 或者說既存的勢力是鄙視 或者是白痴的 大家如果有研究一下希臘文化的時候 可能知道 蘇格拉提的時候 他被人家譴責是 有兩大罪名 一個罪名是腐化青年 一個罪名是 謝祖神聖 謝祖神明 其實這個指控 其實跟莫凰默德在外加 剛開始傳教的時候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 蘇格拉提雖然是一個 女性主義傳統 他沒有創造一個宗教 但是他也說他的 他的講道是 受到一種神聖的聲音的啟示 然後這個神聖的聲音啟示 並沒有像莫凰默德這樣 延續十幾二十年 不斷的降價的經文 來讓後世流傳 他比較像是一個 好像比較個人的對話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他說他其實 會有一個超自然的經驗 來做為他們的一個東西的傳承 對 那後來 蘇格拉提也是被 法庭判說 你要不要流放 你要不要處死 後來 蘇格拉提後來 他不要被流放 所以他被處死 那莫凱默德其實類似 他沒有被一個法庭審判 但是也是被 這個 果然序族逼走 逼出賣家 所以才帶了 麥蒂娜 開啟他的宗教事業 那他傳播的裡面呢 傳播裡面 稍微有些不同 但是其實也是強調 第一個就是平等 然後你的思考 那莫凱德可能更特別說 他有一套 更反覆的 更還有人道關懷的東西 那等一下可能老師會講更清楚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很好玩 就是說他們都類似這種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並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這麼不同 那我那時候去清真寺 我們這次請蔡老師來講 莫凱默德 特別是 他是我們這一系列的活動裡面 第一個是沒有宗教 不是牧師禮 然後老師你也沒有其他宗教 特別宗教聯繫吧 你也不是基督族吧 對 那之前我們請的 都是要不然就是牧師禮 本人 甚至牧師禮 要不然就是其他宗教信仰 那但是蔡老師可能是 真正專門做跨宗教比較研究 對 那我覺得等一下來請老師來講 一定會更深入 一定會更精彩 那我就 可以見大家首位 蔡老師做個鼓勵這樣 謝謝 那蔡老師就把時間照顧老師 老師準備得很很很很 很方便 我可以 精彩的播放給大家分享 謝謝老師 謝謝家瑄的介紹 還有今天的安排這樣的一個聖會 跟我們對莫凱默德的 身體有興趣的讀者們 做一個教育 也謝謝進食堂 提供這個場地 然後我想我習慣還是坐下來 這樣 就是 當然今天我在這個場合講 會比我在政大宗教研究所講 可能會輕鬆一點 當然我輕鬆絕對不是表示說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座的各位來聽 程度沒有我們政大宗教研究所 好 我相信各位的程度 我們在座還有我認識的教授級的聽眾 對我現在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我想我們要看莫凱默德的生平 大家最大的障礙就是帶著自己的宗教跟文化的一個前見來看它 但是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在一個 七世紀的整個阿拉伯半島的局勢 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還原歷史 然後從那一個當時候的宗教文化的脈絡去看 才有辦法真正體會到 穆罕默德他到底他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影響 對 比如說我就舉 但是因為我們政大宗教所的很多同學都有一個很強烈的宗教背景或信仰 所以一談到穆罕默德的時候 我在課堂上談到穆罕默德的時候 當然這些有宗教背景的同學就會很本能的用 穆罕默德跟他們的創教主來做比較 佛教主當然就會跟耶穌 不是跟佛陀比 基督主當然一定會跟耶穌基督比 那當然很少有印度教主 我以太教主 在我的課堂上 然後就會把它比下去 但是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比較其實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 因為我今天完全從學術角度 我待會所講的其實 跟我在課堂上講的應該深度也是一樣 我絕對沒有想看各位聽眾 對 但是我就是要把一些比較 我是要透過一個宗教學視野去看 不是單獨 只是要呈現穆罕默德生平的故事 因為剛剛我跟這本書 說不定很多的來賓都已經看過了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它不是一本很好懂的書 它這一個但是我是 以我一個學術跟宗教研究的角度來看 我最推薦的是這一本 就是穆罕默德所有現有的中文的書 我最推薦這一本 它比較能夠契合現代的那種東西文明交流 跟這些宗教通知的處境裡面去站在一個至高點 但是坦白雅很不容易懂得 的一本書 就是得一本穆罕默德的傳記 那我先從剛剛那種比較來講 因為公元前五世紀的印度 就是朵朵的這個背景 跟那一個就是當然耶穌是 希臘羅馬時代的第一個世紀的一個猶太人 然後最後成為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宗教的開創者 跟那個六七世紀的阿朗羅半導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境 然後就是說因為他們年代比較久遠 佛陀跟那個耶穌基督的年代比較久遠 所以我們後人對他們的一個傳記生平的理解 都是後代信徒理想化建構出來的 當然有一些事實的基礎 可是因為那個年代是有差距的 最後是以一個 信徒對於他們的創教徒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來敘迫 用多代信徒來敘迫 來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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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體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論述 它是已經高度影響化的 那耶穌是一個相當 當然在西方學院到現在還是有在爭論 信仰的基督跟歷史的耶穌之間的張力 因為實際上本來福音書不是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信約聖經 是四個福音書 只有四種說法 原來是十幾種 甚至也都是十幾種說法 但是這每一種說法也都是多少好都受到 他的追隨者 這些後代的信徒跟初代教會的信徒的一個理想 而投射出來 其實要去廣言做我一個人的 做我一個人的耶穌真的以及也很困難 那莫函默德是人類所開創的 這些大宗教傳統的最晚的一個 所以說他的那個史料 比前面的我們更早的宗教開創者的資料 是多一些的 那我想這個做的就是從這些相對可信度比較高的 而且是比較沒有被刻意的理想化 甚至於神格化的 一個穆斯林歷史學家的這些資料 開始去還原這個 這個歷史的圓茉 那我想我們可以先轉到一個就是下一個套文 那那一句阿阿波的就是上次有聽我演講的這個 你大概都記得 反正穆斯林 一般在講一個演講或寫本書 一定會那句阿 必須納得了 我是奉扶持特殊真實之明的 所以我不是穆斯林 可是我覺得講這麼嚴肅的議題 我其實要把那句阿貼上去 那作者大概就是說 我們要他大概有幾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我們要去看他 第一個當然他很嚴謹的 對對這個作者的背影可能 因為我也 我想那個網上我們會找得到 還有這一本書好像也有一些介紹 我是要突出幾點 很有趣這個作者 Karen Armstrong 他 其實我覺得我看這一本書跟他寫的伊斯蘭書 我覺得他的處境跟我有點像 我們都不是教徒耶 但是我們很想 很用學術跟比較客觀的方式 來呈現 我們所那個 感覺到 有感覺有興趣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伊斯蘭跟這一位 伊斯蘭的開創者先制穆罕默德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balance 不要太像是 不要完全把 穆斯林自己對穆罕默德的那一個 非常理想化的觀點 過度的 是為理所當然 但是也不要像西方的 反伊斯蘭的 這些東方主義者 東方學者這樣 刻意的 當把他當作跟 耶穌跟這些聖徒的 互面的對照相 對 因為西方的這一個 對於 穆罕默德這一位 長期以來被他們認為是 反基督的一個 宗教開創的 有太沉重的 太負面的一個形象 所以他寫這一本書 然後是用英文 然後跟西方讀者去講 其實他是在 我覺得他是在 穆斯林自己的觀點去看 很可能他這本書在西方可能讀的 就會 把他當一回事 又是另外一本 傳教的 書 反過來說他如果太那個 就是說 比較是想要討好西方的讀者 去呈現 就是所以 念一個穆罕默德 人性的那一面 然後比較 甚至於有點草謀式的 這樣去寫的話 那可能會嵌入穆斯林 但這個問題到今天 還是在西方世界 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我想說 我們是很適合 用真正很配樂的 觀點來看的 我們台灣跟整個東亞世界 我們不在這一個 西方跟伊斯蘭文明的衝突的 的這一個漩渦裡面 也許我們應該不要太過瘦 我覺得我們 我教伊斯蘭交流也是已經20年了 我們台灣的這一個 一般的學生 甚至一般社會大眾 其實對穆罕默德跟伊斯蘭形象 受西方的影響的負面 呈現還是大量比較多 那當然經過這20年的 穆斯林自己的一個走出來 跟大家講 還有我們的學術界 還有出版界 媒體 漸漸開始 我們對伊斯蘭的方法 正面的這個 開始多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很沉重的這個包袱 我們受西方的影響 還是遠遠強過這一種 直接聽穆斯林的自己的說法 所以說我想他的這個寫作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他為什麼會寫跟伊斯蘭 那個穆罕默德有關的 他原來好像是天主教的修女 然後過來環索 環索然後就走學術的路線 然後開始就是在英國的這個 應該是劍強還是扭曲 是靈性 做這些宗教學的還有文學的研究 那當然就是 但是 當然我沒有再去查證 為什麼他的博士的論文 後來沒有通過 是不是跟他個人的這種 一個天主教 然後到英國的這種基督教的這個背景的地方 去做這個學術研究 可能也有一點 我覺得這裡面當然西方文化內部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 一些內部的張力 就是說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沒有通過 他以後就開始用他的學術來做 比較屬於像公共的指示問題這樣 那剛好他研究伊斯蘭基因 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 發生了一件 當然後來跟911比起來 這一個事情只是小事 可是這真的也是引起軒然大波就是 那個 有一個 那個印度裔的 英國的 穆斯林作家 盧希迪 寫了那個《魔鬼詩編》 然後那件事情就引起了 就是說正反兩極的意見 就是說盧希迪他的著作 剛好有研究比較文學的 就是善老師在那邊 所以大家也許可以提醒善老師 我要表一下 而且他是所謂的 因為我對文學的研究 怎麼樣就沒有很生怒 就是說他是所謂的 魔幻寫實主義 他喜歡把那些古代的這些事件 跟神話跟庭固 拉到那個當代的這個場景 然後做一些蠻古的一種那個 那這一個魔鬼詩編就是 以這一個很有名的 穆罕默德當時時候在 那個賣 應該是在那個賣家時期 傳教所奮到的一些經歷 然後那些事情 到底是歷史的遮殖性 當然就是也有一些爭論 從那個賣入來看應該是有可能 也就是說 說 一直有一種說法 就是古蘭經裡面 有一些不是真的 真主阿拉的天氣 是在那個穆罕默德 在城市民想的時候 魔鬼給他的一些訊息 這個說法在西方 想要負面的去呈現 穆罕默德或者古蘭經 整個伊斯蘭教育的人 這種說法是會被那一個 就是家有添付的 當然後來 那個古蘭經的這個 更那個強調絕對一省的天氣 就蓋過了那個魔鬼 偷偷偷的 在那個 在夢境當中 這個 就是說 意識有一點模糊的狀態 然後講了一些話 然後讓他以為那些事 就是說 欸 他那句話是說 我們書上就是在那一章裡面 特別點出啦 就是說 魔鬼也是給你們自己去看 就是說 什麼樣的那個 啟示是魔鬼 而不是真魯阿拉啟示的呢 它上面是說 那一個 真魯阿拉除了 他當然是宇宙間最高的神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神 他有三個女兒 也就是那三個女兒 這樣子 就是想要 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故事的傳入 大概就是顯示說 當時候的那個 在一省跟多省 直接選擇的 某一種張力 然後 曾經有一度 讓這個 穆海默德 他有一點點想說 那乾脆這樣子好 我們來一個 包容性的宗教官 就是說 有一個主神 阿拉 然後接著再配幾個神 這樣的話 也許我們 當時候在賣家的這個 社會裡面的這種 追隨穆海默德 信絕對一神的 跟那一個 當時候堅持賣家多神 傳統的人 可以有一個妥協 那這個做法 是很多古老無名 都做過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我們中國 這麼多的萬神殿 這麼多的神 就是這樣來用 是妥協 但是穆海默德 後來得到一個天子 絕對不能妥協 所以他在賣家的傳教 就更加美況欲下 因為宗教不是只有說 原來的一個古老的傳統 這麼樣的象徵意義而已 因為賣家當作是一個 商業極度繁榮的一個社會 它繁榮的基於就在於 它是阿拉伯民族的朝聖的 一個很重要的所在地 然後朝聖順便 就是說 等於是進行像我們的敵化界這樣子 進行南北或交易 這是他們非常重要的 它在一個 沙漠中的一個綠衣洲 其實物產也不公布 其實整個人這個人口 其實就是流動性很高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 朝聖的活動的話 然後獲得巨大的一個利益的話 當然這件事情可能也不會那麼重要 所以 所以 所以就在這裡面 欸 好像那種魔鬼就叫 有一個聲音在滿目的心動 叫他你要妥協啊 你這樣的話以何為貴 然後你就是全部都可以一起 那我們也是會把那個阿拉伯爲 是做的至高神 但是不是排他的絕對一神 然後你再拜阿拉伯三個禮格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大家可以握手 但是後來可惜的天氣 我已經應該記得 後來的這個之後的天氣 是確定絕對一神 對 對 這這個待會兒你也 也做一點補充 對 然後當然就確定了 但是這樣的話 又陷入僵局 可是 那或者也是妥協說 沒關係 我們也 因為畢竟是大家都 同樣阿拉伯的這個富足 大家也不用為這樣的事 以傷得性 我們追隨我的 就繼續信這個 絕對的一神 然後你們繼續拜你的神 就是一個暫定的一個協議 可是 這樣做是 沒有辦法根本解決問題的 因為 暖末的在 等於是在 阿拉伯原來 完全沒有這種一神教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底下去傳播 而且是要排除其他傳統敬拜的神明 不容易當道 所以他的很多追隨兒 對他本人都被 用各種脅迫阿 各種人身攻擊 甚至於 暴力的這個脅迫 最後才有 公演62年的這個畢竟阿 就是從那個 賣家牽引到賣地 那這個我們 後話我們 再到時候再說 就是說 魔鬼詩篇的這一個 典故 就被魯西里 拿去做一個 超時空的一個 然後魯西里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是一個移民 就是他是印度裔的穆斯林 然後我們也都知道 因為這一件事情 其實預示了後來 歐洲穆斯林 跟整個歐洲主流文化的衝突 因為這一件事情 也突顯出了這個問題 可惜那個沒有解決以後 這個衝突後來就 越股越大 我之前在那個 賽斯人那個 對話就是 寬容伊斯蘭寬容未來的那一次 裡面就有談到說 過收了這個 穆斯林的一個 一個困境 對 那那個 對 那 等於是魯西里 就是用這樣一個故事來突顯 他好像在 傳統的印度的 伊斯蘭文化跟歐洲文化之間的夾縫裡面 就沒有辦法 兩邊都把它視為 異類的那一種 處境 所以他就用一種 模範寫實主義這樣的一個技巧 來 來 對這樣的一個處境 做一種文學的 表達 可能他對於洋種文化 咄咄比眼 他都不能認同 他的伊斯蘭信仰 也是比較 不是那麼 機要派的 他是應該就是一個 已經世俗化的穆斯林 可能也不喜歡自己 原來的那一個 傳統的那種 伊斯蘭文化的一些 宗教教 可是他也不喜歡西方文化的那種 種族主義 那一種 實際上是白人的至上 那種 優越感 對 然後那個是 但是那一件事情 花生以後 結果他寫這個小說 其實最早 我們後來 博那個新聞版面的最主要頭條 就是西方的主流媒體 當然就是 把那個伊朗的 那時候的宗教精神領袖 科美領 又就是懸賞全球 追殺這個 這個魯西迪這件事情 他下了這樣的一個教練 來 兩邊就各自用這件事情做提材 西方的這個自由主義 當然就是說 你看這個 就是伊斯蘭這個就是迫害 宗教 以宗教迫害言論自由的一個 一個 一個點心 對 然後就聲援魯西迪 然後又覺得這個就是 伊朗 這些 這些 穆斯林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 又獨裁 又 那個 沒有辦法接受西方理性跟自由的文明 那反過來說 當然 穆斯林就 其實一開始 並不是 先開第一槍的 不是伊朗的科美領 而是魯西里自體家鄉的 南亞的穆斯林 先抗議 然後 因為 1980年代是 還沒有冷戰 還沒有結束 所以 如果從那時候政治賣法來看 應該是根本想要用這個世界 登高一 他要成為 帥領大 帥領穆斯林去對抗西方的一個 一個領袖就對了 大家追隨我 你看西方就是用這樣一個假穆斯林 來分裂我們 然後來 來這個 就是說 醜化我們 我們應該覺得不能夠容許 這樣子 也類似 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西方的這個就是 就是 這些 因為 然後那個 Karen Armstrong 就覺得 又來了 他就是非常不喜歡 就是說 西方人假 假自由主義 或者假理性之民 其實是 來 其實自己的 有某種的文化大權 就是說 他就 想說 那個 不自由的自由主義 就是說 他說西方有很多這種 他完全 對於藝文化 完全對於非白冷的文化 其實也是瞧不起的 對 然後 就是伊恩當 想要利用這種事件 來 來 主張自己的那一種 白冷的這個優越感 對 所以 當然 那件事情 後來就是 像文學球一樣 就是所謂 兩方面的這個 等於是西方跟伊斯蘭的 極端派 這有點像今天台灣的政治 說真的 我覺得 國際的跟台灣人 你都可以看到 經常都是 兩方的更教條 跟極端派的人出來 叫囂 叫媽 然後整個就把整個這個問題的 一個 他的這篇小說的文學價值 或是他所彰顯的那種移民 第二在 在西方文化難以適應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 這個問題就整個就是偏掉了 所以他就開始覺得應該要 以他自己的一個比較宗教的 學術的這種素養 還有他本身的一個宗教的經驗 他宗教式的一個對 普世的這種價值的關懷 開始想要去做伊斯蘭跟西方 世界的橋樑 他算是做這個工作做的比較早 我覺得比較有名的一個例子 可是他後來發覺做了半天 最後是雙方的衝突越來越大 九一之後他又寫了更多的書 當然學的只能寫書而已 你還能做什麼 對 你只能這樣子 然後看看能不能夠喚起 大家不要跟著這些政治 或宗教的極端派去對立 那所以他的那個 他是非常精準的 我覺得就是太學術了 說真的 雖然他說 他現在要寫一本 我們一般人都會看得懂的 可是因為他很嚴謹的使用 莫斯林的史料 然後那些史料 其實如果你去看那些 他最有名的三本 就是那個 那個 他把一本 跟那個 的東西 他們呢 莫斯林的地理學者 有一個很有趣的史學 傳統說 他們是盡可能的去呈現 他們原來的 不管他們是做口述的 還是做文本的研究 盡可能終於 原貌去轉述 就跟勝序一樣 就是說 莫斯林的聲明中 每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有一種版本說法 然後他這個人是誰說的 然後這一個誰又是聽誰說的 就有一長串的名字 在那個迅述裡面 這個不是只有聖訓這樣寫 他們的歷史著作 早期都是這樣寫的 就一段一段 但是那一段 同時有 好幾個版本 你一看來都會 頭昏腦脹 就是說 他不是像這樣 就是整個一個故事 這樣寫下來 可是 如果研究歷史的對象 就知道 這個反而是最好的 一種寫歷史的方法 他完全不去做法案 他只是 讓那個sauce 自己去講話 對 所以他這邊的材料 就是說 他就想辦法 以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 比對這三個 曾經留下 比較完整的 莫爾莫德森林的 這個 這個穆斯林史家 的這一個 對他身體 重要事件的拒訴 然後他再用自己的 一個現代學術的思列去 把它講成像是一個故事 這樣 換起來 但是他還是太細了 因為細到 他所有 這三個史家 所提到的 這些周邊的人 然後他們的 一些背景 他全部都寫得非常仔細 包括他的家庭成員的 究竟 對 因為實際上就是說 當然這邊 如果在座有莫斯林 可能聽得不會很愉快 實際上他這本書 後來 在很多莫斯林國家 是被禁的 就是說 他想要當橋梁 可是可能 結果是兩邊都不喜歡他 西方座有可能認為 奇怪啊 莫斯林就是一個 哎 就是 怎麼你把它寫得那麼好呢 這也有 也有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 講他 其實他是吃錯藥嘛 奇怪 一個凡屬的修女怎麼會 幫伊斯蘭 因為莫斯蘭 講得那麼 美化他呢 他不知道他是根據歷史 然後他盡量 終於 人間悅莫斯林的這個 雖然他 當然還是有 某種理想化的成分在 雖然他事實的 呈現也是很細的 對 反過來說 當然 就是說 他的那些 講到一些 莫蘭莫德的這種 內心交戰 跟他的家庭成員的問題 可能很多穆斯林會很喜歡那個部分 這我有知道 離我們最近的一個 穆斯林國家 馬來西亞就進這本書 連馬來西亞都進的話 那其他的我看 但是也有 翻譯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 出版的 這個穆斯林國家也很多啊 所以大概也比較 甚至於魯西迪那一本書 像土耳其就有出版 就說土耳其是一個很 比較理由的 世俗跨人穆斯林國家 那結果那個翻譯者 就是說 那一本書翻譯成幾種不同的語言 雖然作者本身沒有被 一直躲起來 然後英國警察 這個寶物他 所以他都沒事 可是有三個國家的翻譯者 最後被殺死 被暗殺 或者說被那個 受到一些傷害 就是說那時候 對喔 你說日本 日本沒有翻譯古蘭經的 日文本的印譯 跟魯西迪魔鬼 詩編的日曆者 最後就被一個 到日本去打工的伊朗 的勞工 就是 有一天就是 就是在他的家門口前面出來的時候 就被 就被殺掉了 對 那有幾個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 歡譯者就遭殃 那作者就 就是躲起來就沒事了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它就是會死掉 而它用 比較屬於現代學術的批判觀點 然後當然就是說 它就是這一個部分 我們因為 我們不知道說西方世界對於 穆斯林 對於伊斯蘭 到底有什麼樣的 互面呈現話 它很囉嗦 去講一些事情 其實它主要是針對西方 對 譬如說 像那個 伊夫多妻 這個問題 對啊 還有聖誕 這當然是對 那 它就比較沒有去談 為什麼 穆斯林不吃豬肉 這個如果是中文本的 可能 這個 早期 我們還沒有開始去 推廣 在台灣還沒有 介紹 伊斯蘭的文明 跟信仰的時候 我覺得 一般華人 其實對伊夫多妻 華人本身也有伊夫多妻 這個也是 然後對於那個 那個 剛剛那個聖誕 可能都還 不太那個 覺得 不太了解 或說 不太認為 那是一回事 反而是說 不吃豬肉 這件事情在傳統的 華人世界 做了一些很奇怪的解釋 所以我們用我們自己 很合理化的解釋 解釋 也是對於穆斯林 非常不尊敬的 我想應該 國軍應該也有人問過你 他們 我有一次 非常離譜 就是我解釋了 按照果然的生意解釋 為什麼不能吃豬肉 可是底下 學生竟然就 說 不對喔 網路上 好像不是這樣 就是某一個綜藝天王 講的那個 他竟然相信那個 說當時後 救了那個 他在伊斯蘭的時候 伊斯蘭救了 他的動物不是 是握頭 不是 完全搞錯 就是引書驗說 但是他相信他原來 看到了 對啊 就是這樣 居然還敢跟我撐辯 是啊 就是說 所以 你看看這一個 即使這是一個 我們對我們好像 無關痛癢 我們並沒有在那種 西方跟伊斯蘭 我們米充主的漩渦裡面 可是我們華人 其實對伊斯蘭 有一些很奇怪的 看法 我們可能也是必須要好好的再去反思 那他的那一部分 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在談 那是西方現在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就不談 那比喬慕來當然就是他 時常會拿來跟 穆罕默的天際的宗教經驗 跟佛所開幕的經驗 跟那個 耶穌的這一種 那些 新約上所呈現的這些 宗教神蹟 做一些 比較 跨宗教 這個對於我們 其實是很有趣的 對於 一般族者可能也 不太之所以 然後當然就是說 當然宗教對話 這個 目前來講 其實 也就是 盡量能夠找到 各個宗教的一個共通點 對於人類的這種 人性的關懷 對於這些 倫理道德的這個價值 還有包括全球 是 大家都是一個 一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 觀點 做一些 比較 現代的一個 反思 這是他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的 觀法 另外最獨特當然 就是一個 女性學者 對於 阿末的身邊最重要的 那個 女性 幾個很重要的 早期的這個 穆斯林社群的 女性 跟他的關係 他有自己的一個 獨特的解讀 也透過這樣的解讀 去 去 去這個 反思跟批判 按以現代西方 女性主義者 對伊斯蘭的一個固有的偏見 這也是 他 有琢磨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 第二 大概就是這幾件事情 我們如果要看的話 大概就是從這幾個事件去串聯整個他的生平 第一個他的出生背景 是所有我們這些宗教聖人裡面 最 童年的記憶跟家世背景最悲慘的 就是說幾乎是社會底層的 當然他的祖先可能曾經是阿婆的這些部落 算是比較 那個 貴族階級 然後也是跟 就是管理那個賣家聖殿 可是到 穆罕默德的 上一代 上兩代以後 已經整個已經沒落了 他們是屬於比較沒落的那個知識 他心理家族的成人 然後他很不信 就是說 他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父親就過世了 然後六歲的時候 母親也過世了 然後 但是我們說 他雖然是國有 但是不失親情 是因為說 因為反正 杜磨的社會 他是一個大家族的 最後他是給他的 一個叔叔 吳陽長大的 一個 一個 那當然叔叔也是 把他勢如擠出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他叔叔的兒子 就是後來的 就是阿里 就是什葉派的第一代的教長 所以他等於是 為什麼阿里這麼重要 是因為他等於是 從小跟莫函莫德在一起 當然 穿著同一條內褲長大 這個不太尊敬 不過大家就說 已經清到 因為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們 為什麼什葉派 一直堅持 一定要 由阿里的獲益來繼承 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也不太喜歡 因為遜尼 就是政府 什葉就是這樣 你用的觀點 那當然台灣的 穆斯林 是遜尼派的 所以說 難免你們可能 如果說 從那個 想 信仰者的角度 如果你問到遜尼派 可能為什葉派 有點失智 那當然就是 伊斯蘭內褲了這個問題 對 可是 我想 兩邊的 這個堅持 都有他的道理 對 所以說 他這一種 孤兒 但是又被叔叔 撫養長大的 這一種 從小的經驗 當然使他 就是說 對於很多的人士的 商商跟 這一種 弱勢的 那一些 兒童 婦女的 一個處境 他是有比較多的 同情理解的 所以這個在 那個 古蘭冰的 一些訊息裡面 可以看得到 他更多人去提上 這樣的一個 翻轉成的 社會階級 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訊息 那他的婚姻當然是最多人去 做文章的 旁邊 我到現在其實還沒有很 知道他到底有多少 太談 在歷史上 牛民的大概比較重要的是 應該六位 六位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伊斯蘭 律法歸零收 不能夠超過 四個七十房 但是只有一個人 例外 就是 先知木耀末的 其他人就可以了 但是木耀末 因為當然 阿娜所有的處境 很多理性主義的大人 就在這邊 大作文章 可是 你如果仔細看 他六個七子 又不是 脫孤 就是 寡婦 沒有例外 就是說 哈利甲就是一個例子 而且 他跟哈利甲的 這一段婚姻算 就是維持了很久 一婚一妻 都沒有 直到哈利甲過世以後 他才開始有 第二 第三 第四任性 哈利甲本身也是寡婦 而且是姐弟 可能如果 但是那個年底實在是 差異太大 40歲跟25歲 對 就是說哈利甲是40歲 那有一說是35歲 跟25歲的差距 另外這個 我想很重要 反正就是一個 本來他是幫 木耀末德是 等於他應該也算是一個 遠房的親戚 然後 木耀末德 就是覺得他蠻有這種 經營 那個 這些經商的 這些本事 而且也想 出去外面 闖蕩 漸漸失眠 所以 他們的這些經驗 就把他介紹給一個 那個張孤剛過世的寡婦 然後 一留下一大筆的財產 對 但是 這一個姐弟 的 這一個婚姻 非常的幸福美滿 對 然後 然後 他們的經濟基礎 也就基本上 就完全沒有任何貨 因為哈利甲非常有錢 而且 算是一個 跟我們想像中的 現在比較弱勢的 這個阿拉伯的婦女 很不一樣 應該從歷史的文件來看 當初阿拉伯的 女生沒有我們想像的 這麼弱勢 當然 有些學者甚至往前退步 我覺得這個就太 那也有點方便 好 好 居然說那個 從那個 莫哈莫德跟哈利甲婚姻 竟然有人說 在那個時候應該 他阿拉伯社會是母系社會 這我會想不可能 就是說 母系社會不會在兩代的時間 變成母系社會 這對接望業者 可是 欸 他符合母系社會的某些條件 你看 結婚了又竟然就是住在妻子那邊 從 從居 所謂的 那些家所說的那個從居居 然後 欸 奇怪 反而好像 比較強勢 跟我們想像中的那個先知很那個的 其實完全 不一樣 因為莫哈莫德他是一個相當溫柔的男生 對 然後就是說對於女性的這種這種 這種 異性的這種關係 其實是比當作阿拉伯男生的標準更加的 那個溫柔跟那個體貼的 從他的那些文獻上來看 是一個 有人說很多的宗教聖人 其實都是中性的人 比較中性 欸我不是說另外一個性 這不要誤會 就是說 他同時顯現兩種 有人說這才是比較完整的一個人格 同時陰性跟陽性兩種都 很多宗教的聖人都是這種特質的人 然後接著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說 他娶第一任阿拉伯特的女兒 跟第二任阿拉伯特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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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剛好相反 比如說 阿拉伯特給他那個 穆罕默德五十歲 阿拉伯特六歲 就是他們在那個 知道就是說 喔這個 將會有大難 就是說如果他們不趕快從賣家逃離到賣地 那 就會遭難 所以說他們就開始 互相 有點互相拖呼 萬一我們這一趟去 我們就 性命就不保了 然後如果說阿拉伯特性命不保 你穆罕默德就幫我照顧 你就幫我照顧我的女兒 然後很怪 然後穆罕默德也是 穆罕默德他的這個妻子 也是 年紀很小 也就是拖呼給穆罕默德 對 所以他的這些 我們所謂的正式的婚姻 沒有一段是 那一個我們想像中的 年齡接近的那種 男女之間的 那一個 就是說男女之情 當然 他 其實他也會很體貼 會照顧他們 可是跟我們想像的 幾乎沒有一段婚姻是這樣子的 不是寡婦 跟寡婦結婚 要不就是跟一個很年紀很小的 那個 結婚 那這個當然如果大家 那摩維斯片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那個賣樓大概是這樣 當時候還在賣一家床教的時候 曾經有一度想要妥協 也不希望以這個 新的這個信仰 來造成 部落內部的決裂 然後他 詩品正式熟完 然後就開始有所謂的那個 跟 絕對一神教 整個古蘭經的精神 不太符合的一些經文 就有被流傳下來 那當然在現在的版本裡面都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夜行燈銷 這個當然就是 我們說 他 你看我們這些 比他更早的這些宗教的這些開創者 這些聖賢這些先知 都有非常偉大的奇蹟 很反目的一身中 除了有古蘭經的天體 就在討向也 滿平緩的 沒有什麼神蹟出現 沒有辦法讓紅牌的海水分開 也不是刀槍不入 火都燒不死 那些猶太教的這個先知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耶穌是揮天磚地 然後一塊麵包就餵幾千個人 這個非常厲害 然後火腿也是 哇這個生命 一划出去 整個宇宙都聽到 對各種神功 很多事情都做得很辛苦 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他最神奇的一次 那這個事件也非常重要 成為以後 這個蘇菲林修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他在應該這件事情 應該是在哈吉吉拉的前一兩年發生的 就是他有一個晚上 在麥加的那個聖殿 也是一樣在做這個祈禱的時候 然後就被那個天使 接 就是說 乘著 牽著一匹天馬 然後就接到天上去 然後就揮到耶路撒冷 這一次讓他的視野打開了 他的整個 他的天啟傳統就揭上了 那個中東的這個宇宙觀 是天有七重 然後每一重 就有一個先知來發生 當然啦 最低階的就是亞當 那個那一幻罪 他守在第一個 然後第二 然後第七 我記得是亞伯拉罕 因為 亞伯拉罕對 裡面的伊斯蘭傳統 非常重要 他認為回歸亞伯拉罕 就可以解決 解決 而且猶太教基督教跟伊斯蘭教有三教的這個分歧 因為他是 三教的奉主 然後在《鬼蘭經》 大概就這一段沒有寫那麼詳細 只有幾段非常難以理解的經文 在那個第七重天之上 其他的先知都沒有辦法跨過那一棵樹 但是只有穆罕默得到特別的恩典 到了第七重天的更上面去 然後就 沒有 沒有 就是幾句很曖昧的經文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不知道 然後就再重新回到人間來 那我們先看那個 我們中世紀的這些圖畫 跟那個 還有那個地方 這個聖殿山的 在後面 沒有 這個當然 這是到早期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智慧的方式 把那一個 那個 應該說那時候重建聖殿 然後要安放這個 那一塊 那些石頭 然後各個部族 想要每一個人都想要搶先 然後 然後穆罕默德就叫他們就這樣弄 大家都有混 弄一塊那個地毯 然後把那個石頭 那個黑石 放在中間 然後各個部族的領事 就讓他一起進去 那這樣就不會有先後秩序 你知道 所以 所以其實穆罕默德 並不是完全不能畫出來 其實後來的 伊斯蘭的那種藝術的傳統裡面 沒有那麼嚴格的 如果你不是放在清真寺裡面 你是當作書的一個裝飾 插足 或是說 世俗的場域 當然沒有關係 然後下一個 對 這個就是燈禱 就是升天的那個 騎者 這是後來 就是這個故事後來 古蘭經本來只有幾句話很短 可是後來這個故事就被 聖訓就講得更詳細 就七童天 每一童天是哪一個 那個先知 法首的 所以我講 然後最後 就甚至於騎著那一 那一批 有人說這是 阿婆的麒麟 沒有這個 就是沒有這樣一個動物 可是他很像 中國的這種傳說中的麒麟 你可以想像 他也不是 馬生 但是他有翅膀 然後那也是人頭 然後旁邊就是 眾天使 附位著他 因為這個就是比較 強調 比較早期的一種 就是說 你畫末還末的 可是你只畫 他旁邊有光跟火 然後臉 就變成是 白白的這樣 就是有光芒 不能把他的臉 畫出來 因為伊斯蘭 反對 這種聖人崇拜 偶像崇拜 所以說 就不把先知的臉 可以畫出來 其實他們這種表現實話 我覺得真的是跟 中國傳統的那種工筆畫 其實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對 那這個大概都是 比較屬於伊朗跟中亞的那種 畫工 那受到這個應該是這種東西的這種藝術的交流 應該是有 這個要讓藝術史的專家來研究 然後接著 就是這個地方 這就是三教共子的聖地 畫末應該就是直接的騎著那個馬 就是先降落在中間的那個 跟幾乎遠遠看起來就是那個金色的金頂的聖殿山上的一個清真寺 你們看得出來 猶太人的鋪牆在哪裡嗎 欸 對 佳軒 可能書看多了 就是一個就 在那個 對 比較左邊的下面一點 那裡有一個 對 就是這一個 那個那一面牆壁就是鋪牆 西牆 然後聖殿山就在上面 然後因為聖殿山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世界級的古蹟了 所以他們穆斯林要做禮拜在下面那個黑黑的那個阿克薩清真寺 對 這一個 這個是阿克薩 阿克薩清真寺 距離很近 我去年還去了一趟 終於實現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個夢想 實現 然後這個 但是雙方的關係還是非常緊張 你看猶太人就在這邊做那個禱告嘛 然後那個穆斯林就在阿克薩清真寺 然後你要從這一邊不能直接上去這邊 因為他們很怕說兩教如果的人士如果混在一起 可能就會引起衝突 因為曾經有一年 有禱坦就直接衝到那個阿克薩清真寺去掃射 對 就是說 所以 我們必須要 就是說先出來 然後再從這一個 這要長長的一個 臨時搭建的那種木 然後那種天橋 我們一般的話如果要 我就要 鋪牆看完 我必須要從這邊再進去 然後裡面就是 以色列的士兵只能把守在外圍 不能 這邊就只有穆斯林 跟一般的觀光客可以進入 猶太人跟那個穆斯林就盡量的 這就是 混在一起分開 猶太人只能在座邊跟下面 然後穆斯林在上面這裡 暫時啦 雙方還是要而秉相組 可是因為 宗教 同種化的角度來講 雙方其實 猶太教跟伊斯蘭教的教義跟神教是最接近的 他比基督教還更近 可是在政治上 因為有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然後就造成今天這樣的一個局勢 對我覺得上面的氣場真的不太一樣 當時我跟一群台灣 就是說 看地底風水的 那一個 一起去的類似 因為他們都覺得很好奇 一些宗教界的人 是我們這個傳統的宗教人士一起去 然後知道說我專門研究這個 他們就很好奇想要跟著我去看 哇 他們就說 哇那個 那一個清真寺 那個金鼎的清真寺 這應該是龍穴喔 哈哈 然後從那邊 往東邊看就是 耶穌護我的橄欖山 然後 剛好相反 也就是說當然就沒有在那個境 也就是說這個 東牆往外看就是山丘 然後就是橄欖山 你讓耶穌護國 跟祂的那個門徒相會的 閃亮的耶穌受難 是在左邊這裡 剛剛說沒有錯 就是有一個教堂 受難然後 復活 所以三個宗教會神聖的場所 就是在這一塊地畫 對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坐直升機上去 所以這個不是我拍 我只能在地面上拍景 然後這個是我從那個網路上 找到一個 這個比較屬於全景的 對 然後接下來 對 那這個我們就是待會 要講耶 這個是後來到麥迪娜以後 我們就回到原來那個 現在說久了 應該已經 大概可以講20分鐘 好 那沒問題 那我想這個歷史 我們再來可以討論的時候 再來後面這一段 因為 當然受到迫害以後 等於是它已經有一個Vision 這個夜行燈燒 它已經接上了 人類宗教的一個很重要的大傳統 它的視野已經脫離了阿拉伯的 這種部主的這種角度 然後希望能夠用這樣的一個 以信仰來超越部主跟 族群跟階級的對立 然後 但是這個理想暫時沒有再到 在麥迪娜實現 所以它就跟著那些早期的 那種穆斯林 就到了麥迪娜北方的麥蒂娜 然後這一年就是伊斯蘭利的開始 這一個發生在西元622年 622年 所以他們623就是他們的伊斯蘭利的第一年 但是他們一年的時間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立法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用 用這樣的一個硬幣為主的立法 然後就慢慢 當然這個不是一夜 或幾年就成就的 就是說 等於說到麥蒂娜 那只有少數的 包括他 穆斯林本能跟其他的 真正對於信仰有體認的追隨者 當然就知道說 信仰是高於這種人類的這種 社會的這些差異 然後想要建立一個理想的信仰共同體 可是大部分人還是那種部落心態 所以問題實際上是相當多的 所以在麥蒂娜就開始建立一個 比較公平合理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制度 然後也是採取一個 各部落領袖共同決議的這種 相對比較民主的 而不是穆罕默的一個人獨裁的形式 所以有人說 很多今天的這些 西方學有經常都在做事情 是比較威權的 沒有辦法實行民主政治 那他們就會以 麥蒂娜早期的這個經驗 來作為一個反過 所以相反 現在我們最威權 最獨裁的政府 都是西方人支持的 我們的民主力量都被 受西方所支持的威權體制壓迫 今天大概談現在當代的這種 總統的政治了 然後三次聖戰當然就是說 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所有的 目前對伊斯蘭最大誤解的所在 實際上聖戰 所有這個 伊斯蘭律法對聖戰的定義 就是從穆罕默的這三次的 跟麥加的這些信多神的附落空土 而得出來的一個結果 這個在傳統的立法學 聖戰絕對不是一手拿金一手拿劍 那聖戰就是一個你的信仰 你的生命財產被迫害之後的一個 集體正當防衛 就是它是一個集體正當防衛權力的一個 在法律上的一個展現 所以你覺得如果你是強大的 你不應該是一手拿劍 拿去要求弱小的人去接受你的信仰 這是違反伊斯蘭法的 所以聖戰其實也是防御戰爭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討厭說 這會不會是現代的穆斯林去 因為經常這一點 穆斯林經常被指責 所以他們用現代的觀念去詮釋的 其實不是的 從世紀的伊斯蘭律法 就已經這麼明顯的說了 聖戰是防御戰爭 因為宗教無強迫 所以被強迫出來的信仰是不算數的 所以我們那一手男友拿見這個英美 我們這個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念的高中的教科書 大概都是這樣子寫伊斯蘭 後來就被穆斯林抗議了 改掉了 但是現在另外有一些 也是錯誤的觀點 我後來看中學教科書 有其他錯誤的觀點 但這個已經被改掉了 然後我後來就去查說 希望是哪一個學的開始 據說伊斯蘭教是一手拿機一手拿劍 原來也是很有名的一個歷史學家 可是他講那句話的邁過 不是我們念國想的 不是要去抹黑伊斯蘭 是那個寫羅馬帝國衰亡時的集團 他是要去闡述人類歷史發展的 就是國家民主建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兩個基礎 這是他是根據西方古典的這個政治學的觀點去說的 也就是說國家建立其實只有兩件事情 武力 然後就是建 跟思想 意識形態 那當然在 在中世紀當然講的就是基督教信仰 就是經書 然後他說誰能夠善用這兩樣東西的話 他就可以建立一個 就是說政權就得到兩個很穩定的一個基石 然後那個吉彭就是把這樣的一個理論 用在他的歷史的書寫上面 他說伊斯蘭 其實他那一段是讚美伊斯蘭 他說欸 後來為什麼我們這個東羅馬帝國這麼不堪一擊 然後伊斯蘭就整個就建立橫化歐雅揮三多的帝國 就是因為他們善用了這兩個力量 對 大概是 是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再來可以再討論 所以他最後 統一阿伯半島政府賣家 反而是一次和平談判照呢 也就是說穆海默他就是一個比較 很相當的這個克制 而且希望把整個阿伯當初的一個社會的混亂跟文明 提升到一個他認為至少要 要達到一個低標準 沒有高標準要低標準 所以一定不能夠爛殺 你打贏了 你就要 對方已經氣洩投降 你就不能夠再去屠殺 就是說 對然後就是要克制 然後 那絕對不能夠 你信仰一定是要說服的這個方式 所以當所有的賣家覺得他們那個聲勢 這個是 真母賣家是在他過世前 歸徵前兩年發生的就是630年 等於說政府的賣家 整個阿伯半島基本上就 就算是達成了統一 雖然周邊還有一些部落 但是實際上他 基本上大體上在他有生之年 他就已經不但確立了他的宗教信仰 他的宗教信仰也在整個阿伯半島變成是主要的信仰 那這樣的一個 這麼短期的一個成就大概是 我們其他宗教都沒有發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然很多人以來就在講 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 創立一個宗教 而且這個宗教有一個很穩定的地盤 我們所知道那些我們最熟悉的 宗教的這個偉人 這個大概都是他過世的之前 大概都只有很少的信仰 然後到處流浪的 甚至於有這種壯志為仇 生先死的 最悲慘的就是耶穌基督 對就被定在十日加上 然後到初期都還是被迫害 佛教也沒有討到多少 三千地址 可是也是沒有什麼根據地 然後到了這個之後很久之後 然後佛陀之後 佛教才成為印度 比較有規模的一個信仰 對 所以這個當然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個就有很多的力學者去探討 那我最後就是這一頁 就差不多有幾個問題來 然後也許我們就可以 因為剛剛其實有很多問題還是帶過 因為時間很有限 今天我們來的這個愛蘇人還不少 我想說大家就一起來先做一個能力激盪 對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說 歷史上還有哪一位人物 可以同時成為一個宗教先知跟開國英雄 也就是說 當那個伊斯蘭文明摔落以後 近代受到西方實民主義的侵略以後 他們又開始喚起 就是說要回到穆罕默德當年的那種打天下那個 那一個黃金時代去 可是這時候 穆罕默德不再以一個宗教先知的形象被再現 可能他變成是一個阿拉伯的民主英雄 因為他同時完成了阿拉伯民主的統一嘛 原來是一個部落狀態 朝夕這個阿拉伯這個完全是 這個部落狀態 我們現在很難理解 可是我們如果去看那個 幾年前那個很轟動的賽德克巴萊 他就是這個樣子 就說 欸 明明是 有漢人入侵 比他們強大或是日本的這個殖民者進來 可是他部落還是打來打去 沒有辦法 就是說他那個社會結構就是讓他沒有辦法 當時我記得我們中央所 有一個原住民的同學 然後也是上這個課 然後看完了阿拉伯 看完了穆罕默德的這一個聲明 他就 當初我們原住民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今天你們漢人沒搞過 真的 見一個殺一個 我真的正成功也不一定打的 你全部的原住民 如果所有部落 你現在已經擠住了 全部統一起來的話 所以他說的戰爭的方式跟現在不一樣 是 那原住民絕對有地益的優勢 又有這個 恐怕這個 這個台灣這個島嶼就沒有其他族群了 欸 可惜不是這樣子 不團結 到現在還是各個部主 越婚越細 當然這種聯想 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因為我一直對於部落社會 我們看來對於什麼叫部落社會 真的是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當然他就是一個各部落 沒有在更上有一個仲裁的權威 統一的權威 所以說 人們的觀點就是只有在自己的那個世界裡面 那有了意思啊 以後讓他們 很短片這個identity 徹底的大翻轉 所以他等於是說 在這兩件事情 在他以後生之前就看到了一個結果了 例子上還有第二個人是這樣 經常宗教聖人就是 欸就是心靈導師欸 但在政治上毫無成就 對 或是說甚至於是被追殺的 那當然我們最更熟悉的孔子 所以我沒有人聽他了啦 然後只好回到自己的家鄉去講學 那有人說欸不錯啊 那你做過了魯國什麼官 在魯國的時候第一個滅掉的是魯國 那其實活頭更長 活頭聽說 他那個元己之後 後來因為他們這個進化王 他的庫親是那個 也是國王 他是王子 那個國家很弱 大概就跟魯國差不多 所以旁邊的摩羯都 就把他統一了北印度欸 聽說 當然這個實驗 因為活頭的生平 已經不是很多不可考的傳說 聽說他的全主的人都被屠殺 所以無後活頭很慘 他在世的時候 他是到處被歡迎的 因為當時印度本來就是有一個 雲有生的這種傳統 沙門的傳統 很尊敬這個宗教師 所以他到處走 而且又是一個貴族王子 可是後來當印度進入到像戰火時代那種 殘酷的征法以後 他的國家 他的族人全滅 所以他耶穌當然就更不用說了 他的信徒到了後來一兩百年都還是被羅馬帝國 被迫害人 所以說當然我們不是為 為穆罕默德的聖戰做太過合理化 可是他等於是 他這一個政治的跟宗教齊頭並進 讓當時候的這個阿拉伯民主 不再是一個部落自己打自己的一個狀態 居然 統一起來 而且接下來的四個阿拉伯 開始去對付兩個當時候最強的帝國 就是東羅馬帝國跟波斯帝國 在幾十年的時間就 幾乎是統一了整個中東 這個是中東上一次的統一應該就是亞歷山大 這麼久的時間這一塊地方從來沒有在一個單一的政權 後來卻被一個幾乎文化是最落後 政治上是最分裂的阿拉伯民主 在一百年的時間完成的一個歷史的大翻轉 這是為什麼 這個當然你可以去想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接著當然就是說 比如說大家如果對宗教 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就是 這個天啟的經驗 你們看書上的那些段落 到底一神信仰的天理經驗 跟我們比較熟悉的 佛教的這種禪秀 道教的這種練功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 欸我一開始 在講莫安莫的天啟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宗教所同學 他是研究道教 他就想說 欸這個是不是像雞同附身 我說謝福 這個完全不是附身 就是說 天啟的經驗 他其實這個經驗 這個天啟的主體是非常清楚 他不是被什麼附 他沒有說 如果你被宗主阿拉所附 那 立刻當場併命 沒有這種事欸 他們都還會去討論很細的 這樣一個神明學問題 就是說 其實 宗主阿拉的天啟 是不是一般團人可以承受的 甚至於你不要說他附你 他聲音進來你如果 一般來你就會像 不是神陰傳老 不是魔陰傳老 聲音 那你陣道完全是可以分過去 可是 諾爾默德就是有這個 就是先知 他就是有這個品 聲音進來 他只是覺得很洪涼 深落洪中 但是他沒有 因為他可以承受 他就把它完整的很辛苦的把它記下 再一次 這是除了第二章 他聽到那個聲音是真主嗎 還是那個case Gabriel 大部分是天使 可是他上天的時候那一次 對 都會有所有 都有 對 但是那個天使不然是天使 或是說真主的這個自己的聲音 大概那個聲音都是團人承受不了的 對 或是說聽不到的 然後如果說 真的可以聽到 可能就會昏過去的那樣的 非常強的 能量就對 如果按照 那個一些敘述 所以說 這個 不是基同護身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誤導 當然這一個經驗最接近的 也就是 就約 聖經就約上所說的那些先知 大概比較像是那樣子 就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 然後但是可能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那個痛苦 對 但是在那個痛苦 掙脫出來轉化之後 就會成為一個全新的人 對 那這個利夫多契他 這個制度是怎麼建立的 這個他在那個 那個 講麥蒂娜的遷徙的那一章 他還有很清楚的說明 就是說他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制度 是因為當時候就發生了這個戰爭以後 很多的這個男性 真的就在戰場上戰死了 然後這麼多的 等於是說這麼多的 那個孤兒 必須要去 撫養 然後在那個部落社會 就是很簡單 就是環球同族的人 就是以一個正式的夫妻的民婚去 來 照顧這些 寡婦跟孤兒 所以他就建立這樣的一個 一夫多契他最獨特的就是說 欸 有人說這個還是公平嘛 但應該建立這個一夫一妻子 不過當時全人類社會應該沒有 除了就是說 可能就是說 在基督教可能會強調說 一夫一妻子 實際上 那個貴族跟那個國王 當然就是會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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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通的這個辦法 就是說 但是實際上人類幾乎在那時候 大部分的文明都還是這個一夫多契的 可是最特殊的是 他在一夫多契的狀態 他是 保障這個 妻子的 這一種 離婚權跟財產繼承權 這個是破天荒 人類沒有其他文明在公元 7世紀的時候 讓婦女可以獨立繼承 開場 可是在伊斯蘭的這個婚姻 跟財產繼承權法裡面 其實有非常先進的 雖然還是保留人類當時候 比較屬於常態的一夫多妻 可是他是只限制 只能有事的 而且每一個妻子 是要公平對待 沒有妻妻之分 對 所以這個制度 是在內亞那個很特殊的 邁若悲定義 也不能用我們覺得奇人之虎的這種想法去想像它 這要重當做一個部落社會的狀況 那第四個當然我不是在插誇 因為我想我們現在的中學教科書 光是台灣使要怎麼講 都已經吵翻天了 我在加這個問題下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是一個全球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們對於世界的歷史 還會只是用西方的歷史去呈現嗎 西方的歷史 我們不應該把其他的 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的文明 開始要重新再去加到世界歷史的部分 那匹斯蘭跟 穆蘭默德申比要走去呈現 呈現我們自己的一個 一個比較更平衡的一個歷史觀 這是最後也是可以讓大家一起來想一想看 那我們再看後面還有沒有什麼 圖像沒有 對那這一次是三次聖戰裡面 第一次是打聖 第二次就是敗戰 然後就說 就給了這個穆蘭默德很大的 他們這一群穆斯林很大的一個打擊 可是他從這次打擊 因為又再度的去反省 然後又有新的天啟過了 所以第三次的這個 這一個 好過戰役就是又翻圍成了 然後最後 雙方江池沒有富有勝負 所以就有 最後一次的630年的 政府賣家用和平談談 因為更多其他周邊的部主 越來越歸順的這個 穆森的這些穆斯林的 這一這一方 然後賣家的這些多神教徒 越來越被孤立 然後穆森進入了賣家以後 當然他們就投降以後 就不再追究之前那些殺戮的這些 那個誰是誰歸 當然後來就埋下了 穆森歸真以後 接下來分裂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意思就是說 他們 但是我們這個宗教人 一向十倍 不喜歡這樣子講 如果他當作金融賣家 把那套全部殺掉的話 可能後來那些事情就沒有發生 所以歷史有說是還蠻殘酷的 就是說 你要成為開國一首 其實有時候要過可能 然後你要成為中央變成這樣 你要一天到晚要十倍而滿 然後 不要有倒立耶 可是他把這種角色就是說 就是說 真的是一個 我們可以好好去探討 就是說 做到某種平衡點耶 然後 兩者都有 有所 成就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困難 就是社務政治一定 經常都會留下一個五點 古今皆然 然後他這個 所以說如果說 以宗教聖來講 他確實很少有相像 還去帶兵打戰 對 然後在戰場上殺敵的 沒有一個宗教先知 做過這種事 所以他 他確實有 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可是如果說 要跟那些開國的民主英雄比的話 他殺的人是最少的 絕對死的 所以那時候部落 集結頂多就是一萬人幾千人耶 然後大家在戰 政場上 這個就是很公平的決鬥 然後 輸了一方 你就要接受 引了這一方 的談判條件 然後 結果就停止 雙方就握手 嚴格 他幾乎是在這個殺戮過程 在這個統一阿拉伯半島 的過程裡面 是相對是很克制的 在那樣的一個文明 那樣的一個狀態 你也覺得真的是 如果回到那個歷史脈 真的是 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們中國歷代的這些開國開草的這些軍王 去算算歷史書都寫得很清楚喔 什麼一次什麼什麼之戰 幾十萬的人 就這樣 暫時了 我們所 我們在讀這個中國的歷史的那個教科書裡面 所有我們那個讚美的這個民族英雄 其實殺的人絕對都比穆罕默的多 然後上次有 留在同學還是不服氣 我們那個 我們中教的主人通常也就是很慈悲 一聽到這個要用不利的 他就很不耍了 對不對 你都還有這個印象 然後就為了穆罕默的參加過聖戰 我一整堂課我就沒有辦法上了 人家伯仁是不殺生的 是嗎 是 你要怎麼說 然後我又說 對 有不殺生的民族英雄嗎 然後我就跟他舉一個 當然這個歷史有點政治 我不知道你記得 這個舉的歷史有點政治敏感 不過 讓同學們立刻就我們一話講的一個例子 我們所尊敬的 國務孫娃先生 他從事了 對青桃政府從事了11次的勝戰 同學就好 可是還是不服氣就對了 我還是不服氣 但是他就 認住了 就不知道要怎麼說 欸欸 那個 也是很慈悲嘛對不對 然後也是 但是那11次勝戰死了多少人 那11 不是 11次革命喔 11次勝戰 死了多少人 對啊 所以這個 應該要從歷史脈絡 不能夠用單一標準去看所有事情 我在研究比較重要 比較這個倫理 我覺得 真的是有蠻深的體會 幾乎沒有哪一條倫理的準則是 不管在任何時間跟空間點都一體適用 我真的找不到 包括不可殺人這件事情 我就 欸 最主張不殺身的 國教法師 就 反對會主時期 你比照這件事嗎 你不是說不殺身嗎 為什麼比反對會主時期 我不是在質疑好教徒喔 我跟國有很多國教的朋友 我應該是最多的朋友 是國教徒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去想想 就是說 所以說 倫理這個事情 有 這麼簡單的 示威體的問題 那我想這些問題 都可以讓我們大家一起去思考 然後 最後 就是征服脈絡 對這個花王都是很 比較平面的 我看色彩很遜 那就是說 伊斯蘭的這種藝術傳統 大概就是跟 跟中 中世紀的 基督教的那些聖像 什麼 是比較像的 都是平面的 他們的色彩 就叫鮮艷 不管是 同時期的 西方的 這種 基督教 公正教的那種藝術 天主教 或是中國的這種藝術 他的色彩是最 最鮮艷的 老師老師 這就是會不會有點 正義 因為他沒有真正打仗 對啊 所以說不靈無血真 沒有真正打仗 對沒有打仗 但是真的就是 整個賣家就聽他的 達到這樣一個政治上路 應該就是最後一張 還有對 這個後來有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麥地納 因為他 歸徵以後 穆聖歸徵以後 是葬在麥地納 是賣家 所以 通常一年一度的賣家 朝進之後 那個 大部分的穆斯穎 為了紀念穆聖 他們還是 雖然 有比較嚴格的基督派 認為說 這個還是 你去 朝拜穆聖 好像還是揮反了這種 絕對的一神教的這種信仰 可是畢竟 好吧 那就不要朝拜我紀念穆聖 好吧 所以還是很亂 你就順道 就去麥地納 去摘養這個 那個 穆聖 安葬的那個 清真寺 對 這是 這個現在很 宏偉的一個 一個 僅次於這個 賣家的那個 然後這個就是很有趣 就是 最右邊的就是阿拉 真主阿拉的名 然後那個 中間就是 穆罕默德 對 穆罕默德 然後烏馬 就是第二任他人 然後這個就是 我 去年 就是去完 去耶路撒冷說 就去那個 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 這就很有名的一個 宗教融合的 一個 像 其實他原來 就是 當那個伊斯坦堡 是基督坦丁堡 是東正教的 這個 聖地的時候 他就是這些聖像 然後穆斯林 就是那個 俄德曼帝國征服的 這個 那個基督坦丁堡 然後變成伊斯坦堡以後 全部身上就被 塗掉 就是只有那個 伊斯萊的這些 經文跟古號 然後後來 土耳其這種 這樣弄來弄去 總是 不太好 然後他們也認為 土耳其的 本身的歷史 見證了基督教 跟伊斯坦文明 輝煌的一個歷史 所以他們希望 就兩者 都同時 呈現 所以現在 聖像也揮霍 你看那個 圓頂上面 還是有那個 聖武馬利亞 跟那個 耶穌的這些 像 然後 伊斯坦的這些 文字 跟那個 也是同時 所以他現在 變成是一個 博物館 不再是一個 公宗教的這種 禮拜的這個場所 他們的那個 宗教禮拜 就是在 更 那個 另外一個 藍色清真室 跟這一間 聖所謂的那個 教堂是 很接近的 兩個非常宏偉的 就是說 等於是 敗戰庭 融合伊斯蘭風格的 一個最典型的 比如說宗教建築 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 沒有比的 世界文外遺場 那我想 我今天的這個 導圖 就先帶到這邊 然後 接著就請大家 來提問 跟討論 剛剛的這些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老師今天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 老師的演講非常精采 非常紮實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所以我們最後開 大概40分要清場 所以 時間也不多 所以大家看 但是我相信大家很多 有很多疑問 想要問啊 對 所以我們就開放兩個問題好不好 如果有時間 再多再第三個這樣 有沒有朋友要任何 或者是有自己的經驗想要分享 有神秘經驗想要分享 對 沒有人要問嗎 大家不用客氣 今天不是有一番那個 台大的那個研究生的 宗教在哪裡 宗教先問 直接點 直接點別的 有老師在這高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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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盛 他在 就是 因為他的出身背景 就是比較平凡 甚至是比較低階層 是 感覺好像 在後代的 整個阿拉伯的 或者說整個伊斯蘭的思想裡面 比較不會去回應那種 階級問題的戰略 因為就是 有些 比如說 在那個解放神學 或者是講到 耶穌的 洞是這個 那個窮人 或者是 平平凡性 大家感覺好像 就是伊斯蘭裡面 特別的系統 都會出個階級的問題 所以就是想請教老師 從歐洲的武力步行 然後工業還有工業革命 那整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文明 就慢慢的變成了世界 基本上在某種主流的文明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老師的研究裡面 畢竟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這個 sorry 培教 也曾經是世界上的一個主流 那老師 現在有沒有在研究當中 你有看到說 現在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面 現在的這個伊斯蘭 國家有沒有在某種程度上 他們的 如果想要再舉行 進去復興 而不是說讓我們 受到很多這種 好來有的電影 以前都覺得 沒有什麼的影響 或者都是落後的影響 對 謝謝 再一個好了 再一個 老師好 我是排泰國王索 先生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覺得說看起來聽起來 好像一開始注定就是 那個伊斯蘭教 從牧聖的身上 看見到政教 一開始就合一了 就是一體 那我好奇說 為什麼牧聖沒有參與 伊斯蘭異國的第一任的 類似什麼 一世的大帝 或是教皇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一段 當然你們幾個問題 都是一個 蠻常被問到 但是就是說 就是會比較 是用現代的問題意識 來問一個 一千多年前的那個歷史 的一個問法 那沒有關係 我想這個大家都是 所謂歷史 就是從現在的官染劑 去重寫的過去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 歷史不是真的 就是我們今天在 歷史上看到那個 歷史的研發 我們在看歷史 應該是看 寫歷史的那個人 主在什麼時代 都不是看他所在線的那個歷史 什麼時代 這是很關鍵的 所以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階級就是在一個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很高度的 那種財富不均 或是說一個社會 非常明顯的 可是這個問題 反而在阿拉伯的那種 部落社會 比較不是問題 當然不是沒有階級 對他來講 更重要的是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部落 四分五葉的問題 但是當然有現代思想的 這些穆斯林思想家 已經也開始把 伊斯蘭 跟當代的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做對話 他們覺得他們 就是走第三條道路 就是所謂的 那個 有很強的 福利 福利色彩的資本主義體系 是伊斯蘭比較理想的 經濟的形態 他不否認 人類社會一定有 分工 分工以後一定有 財富不均一定有階級 這恐怕是 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那種 無界社會是 天方夜談 但是 階級存在 我們應該 應該要有一個財富重分配的福利政策 我想這個就是 為了國軍要去研究的一個議題 碩士的時候 等於我們 已經做了一個初步探討 就是說不管是說 那個 在朝勁的時候 強要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王公貴族 跟那些販富佐 你都要穿全部一律 一樣的 的那種 很簡樸的 白色的袍子 然後再包括說那個 那個 就是說那個 客工 就是說財產的 這個算是很 人類歷史很早的一個所得稅 所得稅的政策 你要教 你的那個生活 剩餘排除以後 你的禁所得的 百分之二點五 我有一次 不小心又冒犯了這個基督圖 我說這個跟十一歲 很接近 你只是說他十二點五 不是十趴 這個 因為我不小心 不知道他的紀錄 不好意思 當然我重點不是在 比較 這個概念上 其實是一貫的 就是說 這是一個中世紀的 一個福利政策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們一定是 開災節的時候 一定就 因為大師當作 全部都 然後也吃不完 你一定要把 剩餘的這些食物 分配給這個窮人 那當然現在是一個 貨幣經濟的時代 他們大概就是 直接去煎 除了二點五之外 餘外的 那個額外的一個 一個宗教的 自由的奉獻 也是在那個 開災節的時候 要去履行的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 社會機制去 稍微去 平衡這種 階級上的平衡 可是他們基本上認為 他們的 經濟制度還是 比較緊下於是 私有財產的 資本主義制度 可是他們有 很強烈的 這個社會 獨立的社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當然現在有很多的 伊斯蘭護膚運動 可是現在很 很不幸的就是說 現在伊斯蘭文明的狀態 不是說他 他文明一直在進步 可是政治上 已經不再是一個大一統了 從前 大一統的伊斯蘭帝國 只有一個單一的哈利花 一個一統天下的態度 現在這個地方至少被切割成三十幾個國家 當然這跟西方殖民主義 刻意要去分裂他們 還有挖他們自己內部的教派 這個問題太複雜了 虛利亞的衝突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處在一個 曾經受到西方殖民的 那個 然後裡面自己的內部的實驗派 因為遜林派 又有這個救恨 加上西方很操弄的這個薪酬 所以政治上的那一種 脆弱跟不統一 一直是主要的問題 可是經濟反而不是問題 他們經濟當然差距也很大 你採油的國家就很富裕 然後很貧窮 然後很貧窮 在那個比較屬於沙拉沙漠地區的 穆斯林國家 就很貧窮 那這個也不是說 他們沒有 沒有新教倫理 沒有資本 就是沒有資源 然後就是被剝削得太徹底了 有沒有我覺得今天 如果他們有一個 統一的類似以下一個 比較強勢的重分配的這個 有一個像 那個聯合國這樣的一個機制 把採油國家的這個 石油的賺來的 富裕的錢去 周濟那個 花輝那個 伊斯蘭那個 平等的重分配的 今天 可以大家都過得很好 可是很不幸的 他這些採油的問題 是跟西方國家分 不是跟他們自己的 穆斯林的國家分 所以實際上 中東的這些最富裕的這個採油 其實他們是很不得 我這邊不是在做生日煽動 我是很客氣的在看 其實是很不得民心的 我們已經好幾年都發生過 在賣家朝勁的時候 就是那種那些激進分子 說要推翻燒的阿國政府 這樣的一個運動 然後產生暴力衝突 那當然最後被壓下去了 所以後來幾年前 那個阿國是存內 那個民主力量真的有起來 可是立刻被當地的獨裁政府鎮壓 每一個比一個來長 我們有一本書也是巴西出的 烈焰文春 對 那一本書 你看的真的是會覺得 21世紀還有這麼悲慘的事情 那這不是他們穆斯林單獨的錯誤 就是太多的這個問題 因為中東歷史上就是一個 各方東西方牆田的一個角度的地方 其實他歷史上很少大一統 伊斯蘭這一次大一統是 我們所知的 中東這個區域最長時間的一次大一統 之前之後都是 雅一三大在他一過世以後 全部就分裂了 結果之後有很大的 羅馬帝國沒有辦法更東邊 然後那個波士帝國沒有辦法再更西邊 所以這邊一直是 東西文明的一個 真的是一個斷層單 他們都很想互信 可是政治上的一個 想要在東西方的勢力之間 是他們的一個很 必須要突破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我有點忘了 穆罕默德怎麼沒有成為一個教宗 或是道坊 沒有啊當然穆罕默德是一個很缺虛的人 他怎麼 他就是 你知道就是說 我們如果知道 我們如果看那個舊約聖經 當然就是西伯爾聖經 我們其實講舊約對猶太人是不盡的 這個我沒有時間去理解 就是說 其實就是所有的這個 你如果看那個 舊約所呈現的古代的這種 有無民主的歷史就知道說 他們其實是相對是比較平等的 他們不喜歡有一個KID在上面 我發覺就是說 早期啊 社會也是 講其實他們是相對很 一個比較 那一個平等的一個社會 每一個部落都是平等的 然後部落裡面也都是 當然就是有一個加護長治 可是基本上 沒有我們想像 那麼大的一個階級的區位 所以他們不能夠接受 如果有一個人比其他人高 然後這個人還繼續用世襲的方式 來繼承那個王位 變成是一個世襲的KID 這個制度是他們的 前面的四個政統 阿麗花跟穆聖 本人都是 反應了 就是說當作阿拉伯 比較理想的一個 部落共識的一個政治型態 所以後來 是對的 所以政教合一 並不必然是一個 絕對的君王 掌握政跟教 只是政治事物跟宗教事物 同樣 歸於同一個 同一個體制 那這個體制可以是很多人 共識也可以是一個人 所以對他們的 對牧師一樣 絕對有可能是 可以既神權又民主的 對 對他們的樣子 這個不是問題 神權的概念 跟民主 跟那個法制 是沒有 是不是 不是相反的 就對了 那當然 這個問題可能 也要 要 可能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時間也有限 也許有機會再來 那先這樣子 好 那個我覺得 因為順著剛剛那個 老師講的最後一點 我覺得很好玩就是 我們剛才一開始在研究 伊斯蘭的時候 會帶著那個 對基督教的那個系統的理解 來研究清真寺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是不是 現在伊斯蘭是不是也有個教宗 或者每個教堂裡 是不是也有一個誰當牧師 或者是有一個神學體系 後來發現 伊斯蘭裡面全部沒有 那他們每一個清真寺會有個教長 那個教長 並不是某一個 像羅馬天主教會 由誰誰誰指派或選出來 他其實就是一個社群裡面 一群人覺得說 欸這個人講的比較好 我就請他來講道 是不是這樣 對 這應該就是反應當作 哈拉伯斯會 還是在一個部落 還沒有高度 階層化社會的一個權力結構 他們比較能夠接受 那樣 其實相當平等的民族 對相對平等的 對相對平等的 不喜歡有一個人 比其他所有人 有絕對的權力 高高在上的 對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 一個一個 完全不同的文化 對 好那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 請老師多講 雖然大家應該還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會想辦法 也有機會 再請老師在不同場合再講 那也歡迎大家看我們的書 應該很多問題 可以在書中得到答案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那我們時間大概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謝謝 我先打個小小的廣告 剛剛老師講到那個 沙烏地阿拉伯 很多 一百老百姓對他們非常不滿 那我們四月就要出一個這樣的書 專門講 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的文化跟歷史 然後 我覺得 我看那個書真的覺得很扯 那個國家一年有兩千億美金的石油收入 但是那個國家百分之四十人生活在平衷線底下 他們大部分的基礎建設都是第三世界的水準 然後那個國家從1932年建國到現在 所有的國王都是一群兄弟 然後現在那個 最近他剛想要 現在心裡的一個王族叫做薩爾曼 那因為他是第一個第三代要 預備要接班的 然後 但是他有很多問題要擺平 所以 一方面大家都寄予眾望 因為他這個國家終於有一個年輕的王族 可以有可能來處理一些新的問題 但是因為之前的國王位都是兄中弟騎 現在這個最後一個國王要傳給他的兒子 所以意思就是他的哥哥的兒子就沒有辦法繼位 所以那個整個政治權力的鬥爭會暗潮洶湧 對那個 然後再加上他老百姓非常的不爽 對 因為他整個歧視非常的嚴重 那個國家在去年12月11號才開放以後可以開電影院 那那個國家35年沒有電影院 就是他覺得那是西方勢力 會讓人家變成通往邪惡的道路 對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國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期待 他會次約著柏克來選出這樣子 對 OK好那今天就再次謝謝各位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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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